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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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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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有人去通知操持千花圣典的连颂殿下,又有人认出那孩子是南海水军的小儿子,知道南海水军去了法会,便去法会悄悄通知南海水军,南海水军一听儿子出了事,立刻出了法会,那通报的人见东华也在座中,知道凤九现在住在他宫中,也要智慧一生,便又悄悄禀告了东华,东华也化为紫光不见了,在座的人身为惊讶,知道有事,有定力不够的好事之人, 也跟着去看热闹了,连颂赶到时,东华已经到了,但只远远立于空中,袖手看着凤九左闪右臂,并不上前相助,连颂摇着扇子道,不去英雄救美,东华淡淡地道,他又不需要我救,果然,那怪兽猛力扑腾了几十下,终于有点而立尽,这时凤九才使出见招,攻向那怪兽,奸气凌厉,刺得那怪兽吃痛,连连后退,不敢恋战,转身就逃, 凤九加快纵云的速度,赶在那怪兽的上方,以剑指着那怪兽脖子上的命门,剑气逼的那怪兽不敢乱动,静静浮在空中,这时有人纵云而来,原来是南海水军和火德星军带着仙童来了,火德星军画出一条场所,把那怪兽捆了,让仙童带了回去,当才对凤九道,多谢地基相助, 那怪兽是我心从下界捕获的,本来要驯服了当作奇,谁知今日看管的仙童出来看热闹,他不知怎的被南海水军的公子放了出来,就追着他跑,还好地基出手,为酿成大祸,地基高益,及时伸出援手,本军不慎感激,凤九千功地达到,新军客气了,小妮只是做了分内之事,当不得新军至赞,南海水军对了凤九更是千恩万谢, 他的小儿子是醉得他欢心的宠籍所生,平日里最宠爱这个孩子,这次来千花盛典,就把他也带来了,这个孩子平时在南海就很骄纵,今日趁他父亲外出,自己在天宫乱走,走到火德星军服上,正好看管的仙童看热闹去了,他屋开了龙门,就被那怪兽一路追了过来,还好被凤九救下,否则不死也是重伤,几人人落下了云头,回到成天台上,阿里扑了过来, 抱住凤九道,凤九姐姐,吓死阿里了,你没事吧,凤九笑道,我好着呢,不过是一只怪兽,并不可怕,今日戏看不成了,我们先回去吧,两人带着米谷刚走了几步,意外地见东华和连颂在一旁看着他们,凤九道,你们也来看戏了,是啊,看了一出女仙勇斗怪兽的好戏,青秋地鸡,真是女中豪杰啊,连颂笑道,他们已经从围观的仙鹅仙带来,抱住凤九道,凤九姐姐姐,吓死阿里了,你没事吧,凤九笑道,我好着呢,不过是一只怪兽,并不可 天同那儿知道事情的经过,凤九被连颂说得有点儿不好意思,看向东华,东华柔声道,你做得很好,累了吗,我们回去吧,说完,在阿里的凤九姐姐,我们再去别处玩吧化生中,袍袖一挥,带着凤九化成一道光镜自毁太成功去了,到了宫中,东华牵着凤九坐下,问道,今日为何会想去救那孩子,你不害怕吗,凤九回想了一下,歪着脑袋道, 其实我什么也没想,就跳了出去,还来不及害怕,东华失笑,小白就是这样,心力纯凉,又天生有侠义之气,对他来说,救人于难大概是本能吧,东华想起刚才看着凤九与怪兽争斗,虽然对着连颂轻描淡写,也知道凤九对付那头怪兽其实并不费力,但他那时心其实是悬着的,直到凤九最后仗建立于怪兽之上,他终于暗暗松了一口气的同时, 也明白了一件事,他已经牢牢地占据了他的心,他再也离不得他了,东华道,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我从出生变没有父母,一个人生活,那时天地之间可不像现在这样太平,好了,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。